對,我其實,我今天這個記者會 我一直告訴自己不要哭 因為我是很愛哭的人 可是,但是有太多太多激動的東西了 因為,五十九場裡面 其實算來應該算是六十場裡面 有太多很多那種不可預測的事情 那這些事情是外人不知道的 那只有在我們留下來的這個演唱會的花絮 或者是整場演唱會 如果你們之後發了之後可以看一下 你們會知道其實每個人都是辛苦的 每個人都希望可以把整場演唱會做到最好 對,那這個是我們覺得是最超完美的一個作品 希望你們會喜歡 對,其實現在看到畫面還是會害怕 因為那個畢竟是第一場 對,它是演唱會的第一場 所以對我來說,那個打擊很大 然後之後的每一場在上台 在做那個樓梯的時候 我的腳都會發抖 而且我會不時的上台前會故意踩三下 因為我要讓自己告訴自己說 那個樓梯是安全的 不然我真的走不出去那個樓梯 這個部分我並沒有在我的計畫裡面 但是我覺得這是人生畢竟要經過的 經歷過的 然後我現在也很開心的在過我自己的生活 那我覺得一切就是它該來了就來了 對,就這樣 我非常感激 真的風華華納金牌 我覺得這是我出道到現在 算十五年 然後在這十五年的過程裡面 他們給我太多太多的幫忙 跟太多太多的支持 而且我覺得我跟他們三家公司 就像家人一樣 所以這一次的循環演唱 Amazing十五年裡面的歌曲 我其實一剛開始會緊張 會覺得如果整場演唱會 沒辦法完整的收錄的話 是一件我應該說是會非常遺憾 而且會難過的事情 那我謝謝我的經紀人陳振川串歌 因為其實他花了 很多很多的心思 我剛在台上因為佼佼太可愛了 所以我有很多很感性的話 我剛剛是沒有說到 所以我現在真的要謝謝他們 然後可以完成這三張專輯的作品 因為所有參與Amazing演唱會 我去過了這麼多不同的城市 每一場都是七八萬人的 那這每一個人 如果你可以收藏了這個DVD 那就表示你的回憶 我們共同在這段時間 我們是有回憶的 然後對我的音樂的路上來講 這段時間也是一個 昨天我還一直在跟工作人員說 我說 那我很老很老的時候 我可以跟我的小朋友們講 或者是我的後面的 後一代的人講說 你看看那個時候我們可以做到這樣子 因為我剛在台上說 我真的不是開玩笑的 因為19個月可以連唱59唱 等於有些時候是一個禮拜兩場 那個壓力是讓我大到是幾乎在最要崩潰的那個階段了 但是我完成它了 我給自己拍拍手 然後我也很驕傲我做到了 然後我也很驕傲 所有參與這場演唱會的人 我們都做到了 真的